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小托马斯终于可以,不必在推特上,到处找工作了。 提胡即将和小托马斯,签下一份10天短合同。 NBA规定周日之前,提胡必须再签一人,让阵容名单有14人。 现在提胡薪水,低于奢侈税限,34.6万美元。 因此签十天,合同可以让提胡始终保持在奢侈税限之下。 加上提胡近期,伤病情况严重,小托马斯成为了那个救火队员。 现在小托马斯,正在新奥尔良,接受检测。 如果一切顺利,他最快可以在周一提胡,对火箭的比赛中登场。 而他已经破别NBA赛场一年多的时间了。 上赛季他为棋台,打了40场比赛。 场均12.2分,1.7篮板3.7助攻。 2020年2月7日,他在三方交易中,被交易到快船。 三天后,快船裁掉了小托马斯。 此后的小托马斯,便一直活在推特和营销号的标题里。 一旦有球员,拒绝了一份合同。 那些营销号们,就会把小托马斯拉出来说,千万别成下一个小托马斯啊。 小托马斯那些事,相信大家都听过无数次了。 如果不是因为伤病,他不会下滑得这么快。 而小托马斯的伤病,是怎么来的,大家也都清楚。 在推特上疯狂,推销自己无望之后,小托马斯,自发参加了美国国家队,在每周杯的比赛。 打了二场比赛,成为球队得分王,帮助美国队,击败巴哈马和墨西哥。 从场上的表现来看,他的三分准度,依旧在。 他的突破次数,相比以前少了很多,身体的各项素质,当然早已不在巅峰。 所以说,这将是小托马斯,重返NBA,最后一次机会,也不夸张。 联盟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,32岁的小托马斯,相比那些年轻后卫,除了老将经验以外,没有任何优势。 在和提胡敲定下,十天短合同之后,小托马斯,在社交媒体上说,为了赢得胜利,你可能要,不止一次去战斗。 小托马斯,为了这次机会,不知道,奋斗了多少个夜晚。 他经常训练到深夜,然后发布一张,被汗水浸湿的衣服照片。 为了重返NBA,他付出多少努力,只有自己清楚。 希望小托马斯,能和提胡,签约到赛季结束。 当然比起一份合同,我更希望小托马斯,能真正上场比赛。 这是他渴望了,一年多的事情。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